万米高空之上 女人竟然打开了轰炸机的炮塔 对着机翼下方的大蝙蝠一顿射击 很快大蝙蝠就被吓跑 可让她没想到的是 她的背包却被蝙蝠挂在了机翼下方 眼看背包就要掉下去了 情急之下 她竟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只因这背包中装有她的小宝宝 而且你无法想象一位母亲看到自己孩子有危险时 她能有多厉害 说完她就徒手爬出了炮塔 通过飞机上的弹孔 以攀岩的方式爬到飞机腹部 这惊人的臂力和超高的心理素质 让小编看了都自愧不如 她攀爬过程中还不时地有敌机起来 面对摇摇欲坠的背包 她早就忘掉了危险 一心想着如何快速将背包拿到手 经过短暂的两分半后 她来到一处损毁处 刚好在里面找到了一根五米长的铁管 可刚将铁管拿出来 后面马上又有敌机起来 这次炮塔直接被敌机击毁 看着后面被击毁的炮塔 可前方马上要掉落的背包 她知道时间不多了 便立即将铁管伸到背包处 可试了几下之后还是够不到 于是快速将另一只手臂穿过一根电缆 然后双手拿着铁管再次尝试将背包取回 这次的距离依然还差一点点 但好在这时背包开始滑落 背带刚好落到铁钩之中 就这样她终于顺利拿到了背包 接着顺势将背包放到了飞机上 同时自己也快速爬了上去 然后马上打开背包 幸幸的是这时里面的小孩安然无恙 看到这样的情况后 她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暂时放下了 可话音刚落 下方就有两架敌机朝着轰炸机重来 她立马抱住背包连忙躲避 虽然这次没有被敌机击中 但现在她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于是她又一次来到飞机底部 准备爬到被击落的炮塔处 看着只有几米的距离 可对她来说又是一次危险的攀爬 就这样经过两分半后 她终于来到了炮塔处 然后快速将背包放了上去 就在她自己即将爬上飞机时 突然脚一滑 直接就掉了下去 刚好她手中的布条挂在了螺栓上 但这样也坚持不了多久 很快布条就断裂掉了 眼看她正在快速向下坠落 这时刚好一架被击中的灵式战机 在她下方爆炸 爆炸产生的冲击波 竟然又直接将她送回到飞机上 旁边的机枪手看到刚刚的荧幕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没想到女人这样能活下来 正当她准备继续调侃女人的时候 突然敌机一缩子弹 直接将她送去了西北 她立马起身走过来查看小孩的情况 听到里面有声音 她这才放心下来 然后带上背包走到了驾驶舱 表示现在飞机只剩一个发动机了 必须马上释放燃油紧急迫降 可她刚讲完就看到对面冲来了一架敌机 她立马躲避 敌机一顿扫射过后 副机长身受重伤 机长则是直接隐恨西北了 见此情况她立马让副机长释放燃油 接着自己坐上了机长的位置 开始与副机长一起紧急迫降 就这样他们在空中挽起了旋转式的降落 虽然下降过程很惊险 但最终还是成功迫降在了一处沙滩上 就当她以为安全时 燃油罐周围正在被火烤 见情况不对 她立马带着众人往外跑 就在他们刚跑出来 没多远飞机就发生了爆炸 不过并没有伤到他们 可让女人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他们奔跑的过程中 那只蝙蝠怪又出现了 而且还抢走了她的背包 这让女人怎么受得了 她走过去对着蝙蝠怪就是一闷棍 然后拿起背包放到另一边 接着扯下袖子准备大干一场 看着气势汹汹走来的女人 吓得蝙蝠怪连滚带爬 怎料女人一个加速跑过去 直接扯住了她的尾巴拼命向后拖 此时的蝙蝠怪实在受不了了 起身就开始与女人肉搏 没想到女人竟是一个高手 上来就是一击重拳 接着快速将她手臂折断 然后反过来对着脖子一击重击 蝙蝠怪当场领了盒饭 她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本来是人见人怕的主 没想到今天却遇到了一只母猫虎